大家好 華記9月10日中秋節報導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商業篇 很多人問我 我經常去日本找甚麼 我可以討論一些在香港沒有的機遇 我在日本有 希望幫到大家 通常我都是用一個 人家叫借東風 我叫借流水 我怎樣借流水呢 我通常在日本供城略地 通常我這幾天去找地 下個星期找銀行 要找一些便宜的地 加上現在疫情 看看有沒有便宜的汁 然後就去銀行 做一個低息貸款 因為日本行負利率 利息很低 全程我都沒有拿錢出來 我怎樣操作呢 譬如我在日本有七間公司 我的基礎就是 大概九年前在日本做不動產 有很多租務托管 很多租金每個月 有幾百萬港幣 就進去我的戶口 每三個月就會匯回給客人 我會首先自己有一個平台 然後有一門生意 然後用一個借流水的方法 就是當我有一間公司 收到一個租務托管的費用的時候 在日本公司 因為稅務的關係 我就把這些每個月的流水 就撥去第二間公司 第二間公司 再撥去第三間公司 其實你只是一個 income 譬如一個月有五百萬港幣 現金流 就在第一個戶口 第一個戶口 錄完之後 就射到第二個戶口 第二個戶口 錄完之後 就射到第三個戶口 都是你可以說到事 操作到的 那怎樣做呢 就是很簡單 譬如我現在 就要買一幅地 做停車場 停車場賺錢 基本上你買到一幅地做停車場 就一定賺錢 第一件事 首先有一個產品 是必賺的 當有一個產品是必賺的 你就要找資金去買 沒有錢買 資金怎樣找呢 就問銀行借 銀行無端端不會借錢給你 那怎樣借呢 就看看你有沒有抵押 有沒有不動產 或者有沒有公司 有沒有資產 如果你是有間公司在運作 是有流水給他看到的 他覺得你是一個可靠的 他就會借錢給你 這是第一 當我第一間公司 買了停車場 長時間前有 收回來的租金 是夠還給銀行 中間來說 我們還會賺息差 息差的意思是 你收回來的回報率 是大於你給銀行的利息 持之以行 你這叫做收租佬 這叫做空手套白狼 這是第一招 大家明白了 第二招 用借流水 因為前期鋪排了 戶口轉戶口 然後你可以用第二個戶口 再去其他銀行去借錢 做你第一次做同樣的東西 只不過你的Portfolio大了 你的銀行大了 你用第二間公司 去做同一樣東西 持之以行這樣做 又是會賺息差 第三 你也是用第三個戶口 持之以行 這是你不斷發揮你自己的長處 那我就可以做到幾間公司 用一筆流水 過了堂 屬於有話 魚不過堂 就不曉大 那我就拿著一筆 每一個月的流動資金 就魚不斷過堂 過了堂 幾個池都肥了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很漂亮的背景 那你去銀行借錢的時候 就很容易了 當你借到錢回來的時候 你要懂得錢賺錢 錢賺錢 我是透過我自己的市場觸覺 我知道那個市價是多少錢 如果我傾平了10% 或者傾平了5% 那我就已經有優勢 在同時 我就可以用market price賣出去 那我就會賺到資產增值 中間來說 你會有一個租金賺 所以我在這個模式運作 這麽久以來 是未有任何問題發生 當然你不可以對得大 你就根據自己的能力 就是腳踏實地 買了福地 有舊東西收緊租 跟著 就不斷是賺息差 如是者 這個運作不斷這樣做 那就OK了 那你就會問 喂 那無端端 你沒有這個方法 去找 一個有資產 譬如你是做連鎖食店 譬如我最近認識到蔡和平 蔡和平很厲害 他不是做飲食 他是獨具餵眼 他看到這一門生意 是約一做的 看到那個市場 是會好 他也是空手套白狼 首先密識了這個 飲食店的老闆 拿了他的代理 跟著去那個市場 就賣給那個市場的人 你拿著代理 都是空手套白狼 其實百變不離其中 全部都是借力兩個字 希望我這條影片 給大家一些小小心得 其實我很多東西不懂 我經常都交學費 在那個交學費過程 學習過程 經常都會不見錢 走了很多冤枉路 剛才我告訴你 是部分的精華 當然還有些細節 是未細節 告訴你 但是大原則 大方向 都是 我是沒有拿錢出來 我是用銀行錢 不斷滾 不斷滾傳 然後就賺息差 全部都是這樣做 就是銀行展 找一些抵賣的項目 然後不斷賺息差 再賣出去 賺資產增值 然後不斷循環 做同樣的事情 這五部曲 你就可以 走得一條路 不會太辛苦 因為這條路都是我自己慢慢摸索的 你說我在香港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香港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香港如果要買地 起樓 攻城掠地 門檻太高了 你就這樣走去 政府有塊地 要你勾出來 你入場門票 你就是打本票 就是扔拍 然後 你還要火灼鬼上會 做不到 我們這些蚊營的小商人 小小商人 就可以在俠逢中生存 為何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市場這麼大 餅吃不完 我這個已經是 都是一些辭之以行 甚至乎現在我在大廈天台 我都是借力回來 基本上全部都是借力 所以你說 喂 現在中秋節 外國的月光是否特別緣呢 外國的月光不是特別緣 只不過 我是用了香港人的思想和模式 拿來日本 好像添好運賣點心 點心兩個字 日本已經紅了很久了 你只要抓到這個品牌 就創造奇蹟 所以 我見到 蔡和平先生 無私奉獻 分享他的成功經歷給我 當然有些事情我沒有說 很難說別人的事情 但問題是 我自己的成功經歷 我就可以告訴你 OK 跟到就你厲害 沒問題的 你成功 我都是希望你富貴 不是弊毅的 你富貴 起碼不用問我借 我看你富貴 多於看你弊毅 如果你不行 就來問我借 我豈不是全身不行 所以我們今天營商之道 我不知道大家 消不消化到 或者你覺得有沒有用 所以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的問題是獨具慰眼 我就會逐個回覆你 如果你的問題是九不達八 我就未必能回覆你 但如果你的問題是中規中矩 但我可能有時候回不完 你要原諒我 你要原諒我 或者我影片已經說了出來 答案已經說了給你 你又問我 那我又可能答不了那麼多 好了 那我稍後 就中秋節 在大阪天台 對著月光 和大家直播 待會見 拜拜